韓韓霍普金斯大學高等國際研究院史丹伯格院長 麥安文博士 各位訪團的貴賓 各位同仁 大家好 非常歡迎各位來到總統府 這次是全球疫情爆發之後 CSIS 首途主船來訪 各位的到來不僅讓台美關係持續可以深化 也可以再次彰顯臺灣跟美國堅若磐石的情誼 CSIS 是華府重要的智庫之一 長期關注國際跟區域的情勢 也和臺灣保持密切的交流 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臺灣的好朋友 也是我們的老朋友 斯蘭伯格院長和麥安文博士 分別在去年4月及今年3月 接受拜登總統的請託 參加跨黨派訪團來台訪問 這次訪團的成員 也有台美中關係的專家 以及研究日本 韓國及澳洲等 印太區域情勢的專家 相信這次訪問將有助於 CSIS 在台美關係發展上 持續提供更多的經驗 印太區域的和平穩定 是維持國際持續的重要關鍵 臺灣位處於民主防線的最前線 多年來 我們堅定維護台和和平穩定 也持續和民主盟友加上合作 分享經驗 共同來捍衛我們的生活方式 以及共享的價值 藉著這個機會 我們要謝謝拜登政府 近期再次也是任內第七次對台的軍售 以實際的行動支持 臺灣強化自我防衛能力 確保臺灣的安全 除了國防交流 我們也期待 未來透過臺美21世紀貿易倡議等對話架構 臺美能夠深化各領域的合作 一起為雙方的經貿往來 創造更多禮集 共同打造安全而且具有韌性的供應鏈 最後 再次歡迎大家的來訪 讓我們一起持續推進台美的關係 也一起為印太區域的自由開放及繁榮 做出更多貢獻 祝福各位訪問的行程圈圓滿順利 謝謝 I hope you have